中国最后一个太监 六岁时被自己的亲爹净身 由于疼痛昏迷三天 醒来后刚好得知 普务一退威 他的人生只有说不尽的悲惨 据说做过严格的人 就会变得脾气文顺 老实敦厚 最重要的是不会有后宫的妃子 产生任何不必要的私情 因此为了保证宫内秩序井然 也为巩固自己的地位 历代军王都传承了这个丑陋的习俗 太监这一羞辱的职业消亡之后 也代表着封建社会的结束 中国最后一位太监孙耀廷的遭遇 实在让人扼腕叹息 光续26年 也就是1902年 孙耀廷出生在天津市靖海区 一个贫困的农民家 作为家中第二个孩子 父母给他取的小名为刘金 大名为孙耀廷 但后来孙家父母又生下了两个儿子 这就导致在兄弟间排行中间 不站场也不占诱着孙耀廷 慢慢的就失去了父母的关注 但是他却经常偷偷到四处老师那里听课 直到家中的巨变 彻底推翻了这种生活 因为无法偿还地主的高利贷的员工 孙家接连遭到来自恶霸的弃养 迫于生计 他们打起了将孩子送进宫 做太监的主意 而孙耀廷就是那个被选中的人 在当时也不是随随便便都能入宫的 当时恰逢县里有位太监回乡探亲 看着这位同乡 过着自己想都不敢想的生活 孙耀廷终于下定决心 遵从父母的要求 进宫当太监 既然下定决心要入宫做太监 第一件事就是要阉割掉自己的命根子 也就是所谓的静身 然而静身是需要专门的人找刀的 俗称刀脚 这也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 当时已经揭不开锅的家里 根本拿不出这点钱来 没有别的办法 孙耀廷只好让父亲亲自动手 对于男童来说 绳技法和揉捏法是最方便的 前者时的男童幼小时 用一个麻石 充其宝贝根部祭祀 几天后他便会萎缩脱落 后者是在男童幼小时 有专业人士每天揉捏 并逐渐加大力度 直到将他碾碎 但是这种没有完全近身的太监 也会有生理需求 六岁被亲爹近身 刚变成太监 大清就完了 孙耀廷的人生到底有多戏剧 一般来说 负责夹个太监的人叫做刀匠 持一把三寸长半月形的月牙刀 刀匠的手艺要求必须要做到文准很 一些手艺高超的刀匠 会被内务府召进皇宫 宫中称他们为烟疫 严格太监的地方叫做静儿房 静儿房中 捧着几张土炕 靠西墙的地方立着两个大柜子 一个是装药的 装刀的用具柜 一个是装内啥的生柜 进行手术过程也颇有讲究 手术之日选在春末夏初 先煮臭大麻叶水一碗 让寿烟人喝下做麻醉之用 再以爱猴蒲公英金银糖熬水 洗净其下身 棉药纸上涂着白辣 香油花椒粉 待用以包扎 芝麻杆烧灰撒在炕下 除此之外 在手术前 烟疫要事先准备 一个剥了皮的熟鸡蛋 被烟人形氧握力躺在炕上 由烟疫迅速将鸡蛋 塞入被烟人口中 使整个鸡蛋进入呼吸道 气管被压迫无法呼吸 进入一个短暂休克的状态 讲到于整个被切割的过程 这还不算啥 烟疫会趁被割人休克时 用一根绳记住他的宝贝 然后熟起道路 此时被烟者会因疼痛男人 再一次分剧 等到自己的宝贝 完全被割下来后 烟疫将猪苦胆抛成两片 贴在伤口上支血消毒 接着拿出一根捣尿管 查入被胭脂的尿道 最后在棉部敷在伤口处 烟割手术就此完毕 但是被自己的父亲 主导的孙耀廷 收到的折磨远比这更为剧烈 当时他被他爹 用麻石紧往手脚 手起刀了后 鲜血喷尖而出 他全身猛烈抽出了几下 便腾晕了过去 下身血流不成 即使用棉和堵住也无济于事 见此情景 孙耀廷他爹只得掏出香油 用猛火加热 洒入花椒 待花椒被炸焦了后捞出 再把香油晾凉 用糊窗户的毛头指 沾着花椒油贴在了他的伤口处 总算保住了孙耀廷的命 在休养期间 孙耀廷的伤口不能见风 必须好生保养 将来才会不留下后遗症 清朝他姐净身过程有多讲究 六岁被亲爹净身的孙耀廷 晚年现状又是如何呢 一般手术之后 被炎人的伤带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三天后 胡子叶毛自动脱落 七天后 男性经到完全闭口 十二天后 导管可以撤去 十五天后 伤口逐渐愈好 二十一天后 才可以下地随意走动 割下来的物件会被妥善保存 以后太监得射后 可以重金赎回 此时一起下葬 以求肉身完整 灵魂转世 但是孙耀廷被炎割时才六岁 也就无需担心这些问题 本以为遭了几十天的大罪好 就能如愿以偿 进攻那太监 但是却传来了 熏统皇帝退位的噩耗 孙耀廷为此深受打击 不过好在上帝眷目 十五岁时 通过托人找关系 他终于如愿进了宫 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聪明灵地的他 被端康皇太妃看中 并且深得皇太妃的血 便被端康皇太妃 引进了府中 专门服侍皇太妃 几年后 他被调走服侍宛容皇后 直到1924年11月5日 冯玉祥率部围困紫禁城 补一邪皇后及众妃嫔 仓皇逃亡 无奈之下他回到老家 本以想以后的生活 以种田为生 由于少年净身时 留下的后遗症 他做不了粗鄙笨重的农伙 只能依靠家里的兄弟姐妹接济 后来他经人介绍 来到了兴隆寺 这里聚集了许多 和他命运相同的太监 他们便在此抱团取暖 直到新中国城 晚年他一直居住在广化寺 与清灯古佛相伴 一直到1996年病逝 老公一词在明清时 是对太监的称 其始于明末清初时期妓院里 妓女骂妓女的话 当时的行话叫做 你今天晚上陪老公 老公就是太监 明朝末年 宦官猖獗 有些太监仍然喜欢逛妓院 会折磨妓女 疑解心头之痒 经常妓女最怕碰到这种客人 私下里叫他们老公 其实就是对太监的一种蔑视辱骂 而苏耀廷一生也饱经沧桑颠沛流离 经历了晚清 民国和新中国三个重要时期 见证了社会的进步 通过党和政府的关怀 使得他的晚年 也算享受到了 作为人的真正尊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或订阅 转发 打赏人